超喜欢吃草莓,在市区的一家店里吃到草莓口味的提拉米苏,不过小小的一块要3.5公元,激发了我自己试试的想法,按照普通的提拉米苏方法稍作改变草莓口味提拉米苏的做法步骤,一,蛋黄和糖一起打发,二,打发在蛋黄和水加热,水不能费,不断搅拌,在蛋黄熟后,离火晾凉,三,在等待冷却的过程中,处理草莓, 三分之一打成草莓汁,三分之一切片,三分之一切成小块,在草莓汁中加入,9,4,在冷却的蛋黄中加入,Noscapoli,搅拌均匀,5,饼干在草莓汁中浸泡,铺在模具的底部,饼干进入草莓汁中要立即拿出,如果时间烧胀,饼干滚软会影响口味,6,均匀地铺上一层蛋黄乳,把切成片的草莓平铺在上面,7,再铺一层沾不草莓汁的饼干, 放上蛋黄乳,最后把切成块的草莓均匀地撒在上面,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,瞧瞧我们,这种处理,Creamer的方法不多见,只用蛋黄部分,是男朋友的妈妈的方式,主要是觉得熟蛋比较健康,我个人觉得口味差别不大,不建议的朋友还是可以用蛋黄,蛋白别打打,然后喝,Noscapoli一起搅拌均匀, 我做的时候草莓才刚上市,价格贵不说,主要是草莓的味道不是很浓,等当地草莓上市的时候,估计味道会更好,因为都是自己吃,没有放在漂亮的杯子中,不过这种模式才是真正的意大利提拉米苏,就连拿三连五多元一小块的店里,一直一大盒再切小块的,自己家里的话想吃多少切多少,比较实在。